大牙周一佩于今年6月发文指控黑人陈建州11年前 曾对他实施性骚扰引发轩然大波 随后陈建州否认相关指控 并以刑事妨碍名誉罪正式向大牙提告 案件于台北地检署开庭后传唤了五名证人出庭作证 其中就包括了同为黑社会出身的贝童童 身为大牙好姐妹的他执政 早在2015年就曾听好友转述遭到性骚扰的消息 而当初贝童童结婚时 大牙也要求安排座位方面离开陈建州越远越好 完全不想碰见对方 侦查结果于19日出炉 检察官认为大牙的性骚扰po文 并非无中生有或是杜撰虚拟的意图 而多位证人也正称大牙多年来持续提及此事 因此以罪嫌不足为由将大牙不起诉 随后贝童童也在IG现实动态 发出了花朵耳环的照片 开心直呼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并标记了大牙经营的品牌 似乎对判决感到很开心 展现了力挺好友的态度